沙凡纳艺术设计大学六元起会停止香港校舍运作 学生可以转去美国校舍 或者透过网上教学完成科程 至于被列为二级历史建筑的前北九龙裁判法院校舍 校方说夏天药满之后会交给发展局 两家二报道 沙凡纳艺术设计大学09年击败八和汇馆 获政府批准用前北九龙裁判法院 开設亚洲第一分校 校舍一年之后开幕 用了两亿五千万收纱 不过踏入第十年 大学就宣布全盘考虑香港校区的前景 学生安全和教学质素等条件之后 决定今年6月1号开始 春季学期完结之后 停止香港校舍运作 学生可以选择转去美国坐自亚洲两家分校 或者透过网上学习完成科程 学费不变 有原定今年毕业的学生说 他要上多三堂才符合毕业的要求 但是担心未上完学校就撤出 希望获得到业 我那堂是一年才开一次的 如果touch route去收拾了 现在又开不了 上不了堂 可能要等下年 但要飞去美国读 学费是什么campus都一样的 但是最贵的是我们的dorm 宿舍 现在又有水电煤 吃东西 洗费贵 几百个学生发起联储 对校方冒就停运一时 跟他们沟通感到失望 要求校方重新考虑 继续在香港营运 翻查资料 塞凡纳四年制学士学委课程 每年学费近三十万 1617年开始获批收埋内地生 但是收生人数一直未如理想 过去四个学年 校方预期每年收到三百个学生 但实际只是收到百几人 累计亏损超过三亿 至于这座校舍 校方说今年夏天弱满之后 会归还发展局 由局方决定未来用途 有线电视记者梁家宜 第二步道